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庭镇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做于庭膏 我们家的传承历史有一百多年了 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 于庭膏是我们晖州地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糕点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走到那个小巷子里面 在这批啪批啪脱模的声音 它是以黑芝麻、米粉为主要原料 经过炒制、研磨、拌粉、脱模 就叫烘烤 被称之为可以吃的晖州石雕 我来从事做于庭膏这个行当的 很大部分也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就我了解的我们周边地区 妇女来做这个糕点 唯一就是我妈妈一个人 我手上已经做了50年了 我从14岁开始就跟着我奶奶和妈妈 一起做于庭膏了 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 每年只能逢年过节做一次 过年的话不管怎么样 膏是一个喜庆的东西 而且是年年有余年年膏 都说这么大年纪 你可以不做了 不想我要做 儿子不做了 我身子还要做 我只希望这个糕点给它做下去 鱼蹄膏呢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多的是对丝香的一种情节 鱼蹄膏里面有一个叶子的造型 脉络清晰 那个叶子其实就代表着这种叶落归根 现在的话镇上的年轻人也比较少 很多人都在外面工作安家了 也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可能回来看一看 传统的东西逐渐在没落 可能的话我们还继续做下去 也希望这门手艺一代代地传下去 Loeve Loeve 将冒同在工作 咱们许可 倍完成 nouveau